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指的就是让我的计算机在指定的时间运行指定的命令或者指定的程序脚本 那Windows当中有一个叫做任务计划这样一个工具 它就实现的是系统进食物 这个东西呢在个人机里可能用的不多 只有我们一些杀短剑啊 这些东西可能会进食更新这些东西 对吧 利用这个任务计划 但是在服务器当中呢 我们很多的工作都不一定非要人为手工来执行 而且有一部分工作 比如说像备份这样的工作 它每天都需要进行 而且不能在你上班的时间白天执行 因为那个时候服务器的压力非常大 那这个时候呢 它都应该是在凌晨执行 当然不需要你的观点员 每天凌晨的时候再来工作 我们可以让计算机系统自动的在指定的时间执行指定的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工具 非常常用 不难 我希望大家可能学完之后呢 就能掌握它 好 那首先要想学习 这个要想让我的定时任务可以生效 我必须启动一个叫做CROND的这样一个 它的后台服务 CRON是我的定时任务的这个服务 这个D的意思其实是Demo 守护进程的意思 所以我们Napar期你们还记得吗 是不是叫HTTPD它的进程号 这个D指的是后台守护进程 那这个服务呢 其实不需要大家手工启动 这是启动命令 这个呢是把它变为自启动的命令 其实不需要你手工来制定 执行 原因我们说 我们的任何一台Linux当中 CROND这个服务都是默认安装的 而且是默认开机启动 所以啊 在我们的系统当中 它既是它默认情况下 既是启动了 启动了 也是自启动了 所以这个你们只要知道 它的启动管理方法就行 一般不需要你手工来进行 系统开机就会自动把它启起来 但是你要保证的是你的进程当中必须有这个服务 也就是说服务起来才可以使用 好了 只要起来的话 它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只要执行 CRONTable这个命令 后面加选项 杠益就是编辑进食物 杠L查看杠R是删除 就这么简单 让我们编辑一下试试 CRONTable 杠益 回撤 你会发现打开了一个空的 这个空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完全是空 你只要按照我的标准格式 写入我要执行的系统内容 它就可以在指定的时间执行 那标准格式是什么 就是这样的 看 星星星星 而后面执行 命令或者脚本 这五个星号代表日期 后面这个代表 我需要定时执行的脚本或者命令 那这五个星号分别的含义是 这是它的这个标准格式 对吧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五个星号的含义 第一个星号 它代表 一个小时当中的第几分钟 它的范围是 人到五十一 第二个星号代表 一天当中的第几个小时 范围是人到二十三 第三个星号代表 一个月当中的第几天 范围一到三十一 第四个星号代表 一年当中的第几个月 一到十二 第五个星号代表 一周当中的星期几 范围是零到七 注意 零和七都代表星期间 都代表星期间 那其实不难 但是要想熟悉它 我们再多取几个例子 那么我们举几个例子先 先看第一个 例子 如果写的是星号 代表任意时间 如果写的是具体的值 代表指定时间 那它会在 这条命令会在每天 因为天的号是星号 所以是每天的十点四十五分之行 每天的十点四十五分 整支行 那这个呢 是写的是 每周一的下午五点 整支行 注意 如果要想表示五点整 这个地方不能写星号 如果写星号的话 代表每天 每周一的五点 执行六十次 每分钟执行一次 对吧 好 那我再 先不用欢迎看上了 这个 我再写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写的是十 那我别在这写 我这样写 我问大家 这条命令会在什么时候执行 有人说 他会每十分钟执行一次 有人说 他会在一点十分 两点十分 三点十分 每个小时执行一次 那你们觉得哪个对 那肯定是第二种 因为回过头来我们说 它代表的是 一个小时当中的 第一几分钟 啊 所以小心 这块写的十 代表的是 每小时第十分钟执行 而不是每隔十分钟执行 那要想表示每隔十分钟 就需要用这样一些特殊符号 来代表 特殊符号当中 星我们见过 代表任何时间 见过 逗号呢 它代表一个不连续的时间 比如说 这样写 它代表 每天 早八点 十二点 和 十六点 整执行 这样写会执行三次 逗号代表不连续的时间范围 那 减号呢 代表连续的时间范围 如果这样写 代表 每周一到 每周六 凌晨五点整执行 那周一到周六会执行六次 代表连续的范围 那 如果用信号除以一个固定的值 比如说 这样去写 才是每隔十分钟执行 哎 好了 有这样一些特殊符号啊 好 那 接下来 这个时间会在什么时候执行 我们说过了 逗号是不连续的范围 对吧 他代表在每个月的一号和十五号凌晨五点钟执行 那 这个呢 就代表每周一到周五凌晨四点四十分之行 那这个呢 就代表每天的四点 每隔十分钟执行一次 每天四点执行六次 对吧 这个呢 你仔细看看 你先不要看我的说明 你看看 我给你两个选择 这个命令 第一个选择 每个月的一号和十五号 而且这个一号和十五号 都是必须是星期一 才会在凌晨零点零分执行 第二个选择 每个月的一号十和十五号 凌晨零点零分执行 每周一的零点零分也执行 比如说 一个是并且 一个是和的关系 应该是哪个 应该是第二个 也就是说 每个月的一号和十五号 包括每周一的零点零分都会执行 但是啊 我这里说 星期几也就是这里 和 每个月的几号也就是这里 最好不要在同一个定时任务当中出现 因为他两个都代表天 在同一个定时任务里面出现 非常容易把你管晕 把你搞晕 系统不会晕 你会晕 所以最好不要把星期和天在一条定时任务里出现 当然这只是建议啊 好了 知道了他的作用 我们取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看 能看懂吗 会要求操作系统每五分钟 写一个11 写到time下的test 这个命令其实对我的日常维护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但是用它来演示我的 用它来演示我的系统定时任务 刚好 因为每隔多长时间刚好执行 只要有11就证明这个定时任务执行 对吧 那我们试试 看 我只要写 其实我直接写这个吧 五个星号 echo 央央 把它写入time下的test 保存 退出 系统时间 看的 data 只要这个地方满一分钟 变化 各位 我们的这个定时任务最小识别的范围是分钟 所以他不知道这个秒数的变化 他检测的就是分钟变化 比如说 如果我在这个定时任务保存的时候 我刚好是50秒 他只要过10秒钟 只要这个分钟变化 这个任务就会执行 不一定是刚好一分钟 因为他能识别的最小范围是分钟 好了 那我们再订阅一下 好 是不是过了一分钟 46变47了 没错吧 那么LS 不能LS 看他 time下 就会有个test 看 里面就会有个111 如果你要等再等一分钟 下面还会再写 那怎么查看我现有的定时任务呢 可让推吧 干L 就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定时任务存在 好 这就是定时任务 就这么简单 当然这个定时任务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那我们再取个例子 看 我们假设我的服务器每周二都要维护一次 维护的最主要工作就是重启 那我就可以写一个定时任务 每周二的凌晨5点05分执行重启命令 这样的话 每周二我的服务都会直接重启 当然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我的服务器不应该直接这样重启 为啥 如果刚好有人在周二凌晨在玩游戏 你这个时候突然重启直接把人踢掉 这个其实是非常 用户体验都非常差 合理的做法应该是 我定义好 在网站上发布公告 我在每周二的九点到下午两点之间 进行停机维护 那这个时候再进行系统任务执行 而不是直接不打招呼 直接重启 对吧 当然我非要这么做是可以的 那这个我就不演示了 重启一遍非常浪费时间 那我们前面是不是 下边城的时候 我是不是讲过一个脚本 用这个脚本可以备份买 最后数据库 那我假设 我想让我的计算机 每个月的1号 10号 15号 凌晨五点净 都执行这个备份脚本 这样的话是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 我们前面的12脚本 就和我们的定时结合起来 好了 那为了简化 我把这个定时 这个维护的备份脚本 事先写好了 我们看一下 当然 当时写这个脚本的时候 我其实备份的是 好 这块其实应该还要加一句 好 因为他默认只打包的是ETC目楼 我还要打包谁 他们下的DB back下的DB infer 把这个日志信息 也同时打包 好了 我们当时写这个脚本的时候 在下边乘零 备份的不是ETC目楼 而是 挖下的DB下的 MySQL MySQL的数据库 但是呢 我当前计算机里 没有安装MySQL 所以我 换一个方法 备份ETC ETC是我的系统的配置文件保存目楼 在正常情况下 它里面 你的这个目录 也应该定时备份 好 这是第一个变化 我备份的是ETC目楼 第二个变化呢 是 我在12编程当中 我是为了讲F凝聚 所以呢 我需要用F来判断一下这个目录 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备份 如果不存在 创建这个目录再有 对吧 还记得吧 当时这么讲的 但是呢 现在我们是只演示一下定时务 所以这个目录 我事先建立 我就不再用F来判断了 让我的脚本稍微简单 这是第二个变化 第三个 看 我的这个日期 为了把日期格式 保存在变量当中 我在百分号之前 加了转移服务 各位 这个其实在讲12编程的时候 没有加这个转移服务 而且 我们当时举例了 这个东西是可以用的 那为什么在这里一定要加转移服 原因 在系统定时任务当中 也就是在我们说的 contable这个命令当中 在contable当中 百分号是有含义的 它是有特殊含义的 那如果想要让它 不再具备contable下的 自己的特殊含义 而是使用date命令的含义 这个地方必须加转移服 否则 你的这个定时任务的这个脚本 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你的时间这个脚本是不能执行的 所以注意啊大家小心 如果你的这个日期格式的定义 如果只是在系统当中写 比如说看 我只是date 加百分号年 加百分号月 百分号日 它是可以直接看到 年月 对吧 但是如果要想在定时任务当中执行 这个年月日就必须加 百分就加转移服 这个百分号才能使用 这个很特殊 很特殊 这个其实挺讨厌的 我们很多同学 在使用定时任务里面打算用日期来作为文件名的时候 看用日期来作为文件名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地方不加转移服 它是坚决不能执行的 所以这里要小心 好了 那我那我说了这三个注意点 我来再说一遍这个脚本 脚本开头 就是定义 日期 把日期的结果写到边量 定义 一期字幕录的大小 把大小写入边量 然后把日期和大小都写在一个日志文件里 然后介入进入我的备份目录 打包压缩 把一期c目录和这个日志文件都压缩到这个压缩包里 接下来呢 把所有的输出都丢到回收站 最后删除这个临时文件 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这个脚本 非常简单 那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定时执行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 contable 刚一 那么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假设要 他在凌晨的 五点 零五点整执行 每天的五点整执行 路上下的叫做autoback吧 autoback.sh 这个脚本 那现在只要保存 他就一定会在凌晨五点执行 只是我的现在的时间 还不是凌晨五点 他是零点刚过 我们说这个训绩的时间不准 那我们改一下时间 dit 把它改成凌晨的 现在是五点 是五点 那么就是四点 五十九分 三十秒 那我们只要等着 等他到五点整 待会儿 看着 在这个目录下 其实是没有文件的 看 现在这里本来是空 但是只要等五点一过 他就会自动的向这个目录下 打包备份我的ECC目录 止境了 稍等 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远 稍微等 有时候 不着急 他时间过得飞快 着急的时候 到点了 那么 探封目录下 滴滴 看 没有 稍微等会儿 好吧 第一次任务 有时候他会判断你的计算机的这个系统的这个任务 如果他认为你的系统比较繁忙 你的当前系统非常繁忙 他可能会稍微错开这个时间 你不一定在一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就执行 我刚刚写的 我再看一下 我写的是啥 可能推包 刚才吧 写的是每天的凌晨五点 对吧 那他有时候呢 会判断你的计算机的系统时间 如果他认为你比较繁忙 他不是说马上就会执行 所以啊 他会有一个前后的延迟 好了 有了吧 刚刚是没有了 现在这个备份包是有了 证明我的这个定时任务是运行了 运行了 看到了吧 这就是定时任务最主要的作用 最主要的作用 我这里举了三个例子 当然这个重启的太浪费时间了 我就没有说 我举了一个不停写11 举了一个备份脚本 没错吧 好 当然啊 如果我要再去查看 探不下的test 你就会发现 这里面已经写了很多个11 因为每分钟就要写一个11 好 那现在我用可玩推包 我不想用这些脚本了 我就可以用-r把它删掉 删掉的话 会把我的整个所有的定时任务都清空 把这两个都清掉 那就有人问了 老师我只想签第一个 这个没啥用 下面这个我想就留着 那怎么办 -r不能选 他只能把它全部去删 那怎么办 咱们说了 这是刚一进去编辑吗 为爱吗 进去把第一行删了 保存 是不是就是删一行 对吧 那要想删所有呢 就是 当然 这个时候 再查就没有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系统定时任务 大家 系统定时任务并不难 只要启动了可玩这个命令 启动了可玩的这个服务 然后用可玩推包-e 进去按照格式去写就行了 但是呢 它确实是我们在计算机当中 在服务器呢 非常常见 非常常用的一种维护手段 所以啊 我希望大家学完之后 就能正确的实用 好了 那这节课的内容就这样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车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